哈喽大家好,我是陆桀 今天厉害了 我们要玩坦克大乱斗 德国虎式坦克 美式M1A2主战坦克 德国豹式坦克 在这三辆坦克里面 还原度最高的就是这辆美式M1A2 整体的比例更接近于真实的美国坦克 在车身上面也还原了大部分的细节 而这两辆德国坦克就稍微有点缺陷了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德国虎式坦克 它车身上面的细节非常的丰富 还原度是这三分里面最高的 在车体上面还有这种纺织的卵绳 一些随车工具 后面还有过滤扇的 还镜头 工具箱等一系列的配件 但唯一缺陷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负重轮 跟真实的完全不像 直接就把这辆德国虎式坦克给毁了 真的是太遗憾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德国豹式坦克 这辆德国豹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金属负重轮 车身比较重 更加的结实 但是它有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它的炮塔比例 这块明显就短了一截 所以看起来跟真实的 差距特别的明显 如果这个炮塔可以延伸到后面一点的话 那么它就完美了 所以从外观上来说 每次M12主战坦克获胜 那么这三辆坦克的可玩性又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德国虎式坦克 我们先来看德国虎式坦克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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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B1A2主战坦克 LB1A2主战坦克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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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B1A3主战坦克获胜 1 2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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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6 6 7 7 8 8 8 9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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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提前装入水 打开车底的开关 这里有两个开关 按下冒烟功能 有了这个冒烟功能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真实 从这个可玩性来说 这辆德国胡适坦克 是这里面最棒的